Hello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一正经营 今天是2023年的8月3号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百元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老规矩我们先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昨天晚上有小飞龙数据黄金出现一波下跌 原油也出现一波下跌 那么今天晚上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就业数据 在19点30分会有美国7月份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 那么这个数据也是三颗星 如果说差值比较大的话是比较大影响的 而四颗星的数据稍微有不符合预期都会有影响 所以在8点30分的时候会有美国7月份的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那么市场预测是22.7万 潜值是22.1万 可以看到市场还是比较保守的 当然了失业金是一个高频数据 所以它的影响不会有特别大的后劲 另外在9点45分会有美国的服务业PMI的一个中值 因为这是一个中值 它前期有过初值 对吧 有过这个预期值 基本上市场对于这个PMI的一个消化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PMI的值 我们认为对行情的影响不会很大 另外在10点钟会有美国的 切份ISM非制造业的PMI值 这个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 市场预测是53 同样需要有比较大的差值 才会有很明显的行情 另外还有这个工厂订单月略 可以看到了今天晚上是数据的轰炸 看到没有 高射炮一个接一个 7点30分 8点30分 9点45分 10点钟 一天晚上都不得按铃 所以大家今晚上做交易 一定要快进快出 不要贪 你不要想着说 有大单边行情 不要去 因为数据太多了 一个数据可能是利好 一个数据可能是利空 然后来来回回这样少的话 你是很难过的 所以今天晚上的交易 有大数据的情况之下 建议大家是不要去摊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值得关注 主要上的美股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所有的数据 或者说比较大的事件 当然是会议下调了美国的评级 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怎么样 进行大型的双标 他们已经发动了舆论的攻势 像华尔街 高盛 摩根大通 耶伦 白宫 华尔街 什么普遍都说 你这个会议下调美国评级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不重要 市场不会关注你 这个会议 那么其实这个评级机构 假设对其他国家 进行一个评级调整的话 这美国是很欢迎的 现在踩到自己的尾巴了 就拼命的去否认 转移注意力 可以看到 会议这一次的下调美国评级 基本上是戳到了美国的一个痛点 我们看白宫 指责会议无视 拜登总统实现的经济复苏 拜登的一个作为 在这么多年以来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是吧 你自己拼命的去吹自己 没有用的 财政部耶伦拼机 说这个会议是无断 且基于过时的一个数据 就完全不承认 你这个会议的一个评级 希望大家不要去抛美债 希望大家对美国依然保持信心 希望大家不要对美元失去信心 那么高盛的分析师表示 不屑一顾 他们认为会议的报告 并没有包含任何可能 真正影响市场的新信息 不太可能有美国国债债主持有者 因为评级下调而被迫抛售 中长期去看呢 你这个会议评级的一个点 是关于国家治理的 因此这个中长期的影响 肯定会有的 摩根大同意表示 会议下调美国长期信用评级 并不重要啊 美国仍然是这个星球上 最繁荣的国家 也是这个星球上最安全的国家 所以呢他讲的越多啊 我们就越认为这个会议的 这一次评级呢 是越重要啊 所以后期呢 大家一定要关注 有没有其他评级机构 也开始进行这样一方操作 第二点我们看到 昨晚上这个美债呢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 创下年内的一个新高啊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啊 抛售美债 周三呢 各期限的美国国债多数下跌 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更是一举 升至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创下了年内的新纪录啊 华尔街认为啊 不是因为会议下调评级 而是因为美国的小飞龙 ADP数据呢 远超啊 经济学家的预测 同时美国陈证部第四季度啊 将这个债融这计划呢 扩大 扩大 那么这个劳动市场复苏啊 昨晚上ADP本来市场预测是18万左右 对吧 结果公布以后呢 32万左右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强劲啊 就业非常强劲 就业强劲就增加了美联储 可能进一步加息的可能 也增加了美国通胀 有可能进一步反弹的可能 因为前期这个美联储 加息的时候 反复强调啊 这个就业市场太过热了 太活跃了 那我们要去加息 要降温 对吧 那么现在你就业市场 那么强劲的时候 是不是和你这个言论是相通的 那就增加了加息的一个预期 所以美元出现一个上涨 那么昨天晚上的ADP啊 主要是受到休闲和酒店业增加 21.1万个岗位的一个提振 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旅游服务业 对吧 不是这种高科技的企业 同时呢 美国财源部啊 两年半以来 首次提高了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行规模 将这个规模呢 发行定在1030亿美元啊 高于上次的960亿美元 说明这个美国政府呢 其实还是在缺钱 不断去发债借钱 同时这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美联储持续的缩表 每月至多600亿美元啊 这将要求政府向公众出售更多的国债 美联储的是美国政府主要的资金来源 你发到一些债 如果说其他国家不买 大部分是美联储去吸收的 现在呢 美联储的政策只要不变 比如说你的加息不变 没有去降息 对吧 你的缩表政策不变 只要你这个政策不变 这个会议所强调的出现财务问题 必然而然要爆发 所以现在市场很期待 这个美联储要赶紧的去降息 以降低美国政府的一个压力 但现在没有松口啊 没有松口 就看第四季度啊 是这个美联储是不是要借助 这个美国政府 出现这种财务危机的时候 才去降息呢 最后点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呢 集体的在攻击这个会议 但是这个会议呢 给出一个回应 会议主权评级的高级主管 周三表示啊 会议决定下调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啊 包括了对财政状况的担忧 政府治理能力的恶化 以及激动化 并且他举个例子 就是1月6号的国会山暴乱事件 并且他透露一个很重要消息啊 他说 他说会议呢 是在本周一啊 做出了调降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决定 并且啊 有通知美国政府啊 有提前和美国财政部 举行过多次会议 期间也向美国政府强调了 这些美国自己能力下降的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提前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 所以当他一旦发布的时候 立马就开始攻击 反应非常的迅速 其实会议下调美国评级这个事情呢 首先毋庸置疑啊 肯定是利空美元啊 不要因为说啊 昨晚上这个美元反正是上涨的 不要因为这个上涨而去否定 主权评级下调这个事情的一个影响 最后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伊朗石油呢 日产量创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 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原油价格呢 根据伊朗官方媒体近日报道 2021年8月份以来啊 伊朗的石油日产量呢 增加了近100万桶啊 目前已经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那么伊朗的时候产量啊 相比于欧佩克整体的减产去看呢 影响不会特别大 因为伊朗也属于欧佩克这个组织的话 我们是要看一个整体的 你内部组织国之间啊 怎么去调整 谁的产量多一点 谁的产量少一点 这个不重要啊 对原油的影响不会说特别大 你整个组织所定下来的基调 产量不变的情况之下 对于原油的影响才是这个重点 所以伊朗石油产量创五年新高 这个消息啊 我们认为对原油整体的一个格局的影响 不会特别大 不会特别大 而且伊朗呢 它属于制裁中的国家 稍微有不爽 或者说有一些风吹草动的时候 它的产量很快就会被打下去 很快就被打下去 所以伊朗的时候产量的不足为据 反而会成为啊 未来利多原油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以来啊 一直有传闻称 美国拜登政府已经悄悄的启动了与伊朗的谈判 以争取释放德海兰方面关押的美国囚犯 并且遏制伊朗不断发展的核计划 当然作为条件 美国将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美国政府由于控制汽油的价格 默许了伊朗原油供应的一个飙升 美国政府希望在市场上 对抗俄罗斯原油 同时保持供应流通 对制裁的执行力度有所减弱 伊朗呢也是赶上这个好环境 对吧 你俄罗斯这一方面的石油给断掉了 必然而然其他地区 要去弥补这个市场的 欧洲也需要找新的市场 所以伊朗这个石油的产量啊 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呢 短期之内啊 不会受到很明显的这种制裁 还没有关注我们 伊政经营朋友点点关注 关注伊政经营 黄金白云投资不迷路 可能大家听了一个基本面 觉得说 这个黄金白云投资应该怎么做啊 如果说你还不是很清楚呢 可以关注我们下面一个方向 就是技术分析的一个解盘 那我们是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 给他去做一个解盘啊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易系统 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啊 加我们伊政经营的会员 可以免费学习 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呢 如果说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 也就是7月24号开始呢 我们就已经给到了 82和82.6这个阻力位 你看昨天是不是在这个价格 就已经出现一个大跌 在这个曲线出现一波大跌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呢 这个原油啊 它是走什么浪行 走五浪 那么现在是处于哪一个第三浪回调 并且这一波的回调 也证实了我们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 就是这个原油上升的五浪 是一个不标准的五浪 因为三浪小于第一浪 所以第四浪回调呢 我们认为再次反弹的话 就很难突破这个高点 即便突破了也会很快打下来 后续的上涨空间呢 就很小了 很小了 未来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反弹一下 然后形成一个三角形 最终的结果呢 这个原油啊 要跌一波 要跌一波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呢 来一波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调整 根据这个波浪结构呢 比较重要的支撑位是在这个位置 78.14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 而77.15呢 是最强的一个支撑位 根据实物图呢 早上这一波的下跌啊 已经走完了我们的法则 所以这个原油呢 当前这个价格啊 78.6 是一个支撑位 如果说跌下来啊 这个原油可以做多啊 跌到这个位置可以做多 反弹啊 那至于反弹能破什么价格啊 能不能涨到这些位置呢 这个我们不敢说啊 根据这个压力位呢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啊 80.3和80.6 这个区间的压力位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认为 会在这位置进行一个反弹 做一个震荡 涨一波 然后再出现一个下跌 那如果说这位置真的有效 再次二次跌破这个78.6 再次跌破这个价格 并且是收盘价格跌破 那么最终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认为呢 就会跌到 78.1和78 这个价格区间啊 下面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在四澳图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去 看空为主 对吧 特别是在这一个大阴下跌以后呢 我们明确表示了 它的一个空头 那就目前去看的这个黄金 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它会跌到 1911和1904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格局啊 不可能马上跌啊 可能是这样 震震荡荡 最终去到这个位置 才能完成这一波法则的目标 根据这个对称原理啊 之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什么三重顶啊 对吧 现在去看呢 很明显是一个圆弧了 圆弧就要对称 对称到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那么今晚上这个黄金怎么去看呢 首先第一点啊 1944 1945不破 黄金不看大涨 1945呢 是当前的多空分界啊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价格 你的止损呢 可以全部啊 在1945上一点点去做一个设置 然后高空为主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在人物图里面呢 黄金的上方主流有两个 第一个是1944 1945 就是多空分界线 第二个是1950和1951 两个价格啊 你说会不破这个多空分界呢 如果说你看我们节目 大概会知道 多空分界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假突破 但是收盘收不上去 所以你的交易就很简单 1945往上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空 然后你的止损呢 可以放在1952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呢 黄金可以突破1945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它收盘价格不能突破 会跌回来啊 会跌回来 就是有个冲高回落 这种信号给我们 你可以等它冲高回落以后呢 在1945重新去做空 也可以冲高 赌一把 逢高就开始布局做空 然后止损的放在 1952这些高的地方 去做空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黄金的短期之内 我们不会看大涨 美元的在摄像图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 这已经是第几次讲这个方向了 它的阻力是在多少 103和102.7 是不是已经到了 第一个阻力位 最大阻力位是103和104 这个价格附近 我们曾经讲过呢 去104的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美元啊 我们会看有一波回调 这个位置做一个回调 但是回调过程中会不会大跌啊 我们认为不会大跌 会有一个回调 也就是说这个压力位呢 它会有效回调一波 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冲一波 如果冲一波 再冲不上去 形成个双顶 才可能出现一个下跌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美元 已经涨到压力位了 那就意味着黄金呢 可以有这个反弹 因此黄金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今天它已经有一个低点了 你就以这个低点做止损了 可以逢低的去买涨 买涨 而美元啊 能够有效突破103啊 再考虑啊 要不要去继续做空这个黄金 我们认为这个103突破了 也站不稳 站不稳 下面我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呢 下方最强的支撑是在23.2和22.9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价格是我们的法则支撑位 这个白银呢 我们会跌到这个区间 然后再做一个反弹 这种情况会高一点 而今天呢 多空分件是在什么位置 在这个23.7 只要不破23.7 你就可以去看空啊 即便是破了23.7 我们认为也不会出现暴涨 这个概率不是很高 你可以注意一下 震荡为主 震荡之余呢 你可以高抛为主去做空 也没问题啊 做多你就短线 高抛呢 这可以重点做 好 以上就是技术分析的解盘信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共同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